Hello 大家好 我是KK 今天來到CCKT Limited這間公司 究竟這間是甚麼公司和去做甚麼的呢 讓我進去問負責人 知道你們公司是做信託服務 我是否可以問你們借錢呢 你一字之差 你說應該是叫信貸 我們是信託服務 信貸是說你沒有錢 就需要找信託公司借錢 信託就反過來 你錢多 要去想想怎樣保護你的資產 怎樣避免資產被人瓜分 即是我也可以申請這個服務了 當然可以 如果你有資產有需要保障的工作 當然可以做這個服務 信託服務當中有沒有受益人 有的 可以通常是後代 甚至可能是一些不是親屬的人都可以 甚至可能是一些寵物 或者其他都可以 但當然寵物我們不可以叫受益人 叫受益寵物 即是我的資產是可以交託給我的小狗 它可以作為一個受益者去接受這個資產 當然 它是否不可以做一個叫做信託資產 因為通常這些生物 它的生命期都有限 通常就不能夠作為一個資產去管理 那資產裡面可以包括什麼 資產其實包括很多不同的資產 例如說最簡單的現金 股票債券 樓宇 名畫 古董 遊艇飛機 甚至所有資產 可以觸摸到的東西 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作為一個資產 看來我不去做委託人 我最大的資產就是我的小狗 哈哈 我聽你這樣說 好像跟別人搞圍織那些很相似 你這個問題是很有意識的 為什麼我會有意識的 有時連會計師和律師都搞亂了 如果我用精簡一點去分別開機的話 如果你資產不高的話 其實做遺族是OK的 但如果你資產是高的話 我非常之建議你去考慮信託 是彌補了遺族的不足 其實信託的功能是很多方面的 遺產處理只不過是一種 比較廣外人資的公用方式 另一種亦都比較多人使用 或者多人知道的方式 就是一個所謂風險管理 例如做生意的人 很多時候賺大錢 但是有時生意不好 可能會虧錢 亦都可能會面臨一些破產的風險 如果當破產的時候 當然在他名下的資產 就要拿出來賠償給債權人 但是如果他是很久之前 或者成立了信託 這個信託的目的 不是因為我們要被這個賠償的 這個信託的資產 如果放在信託之後 因為信託已經是一個獨立的法人 和這個人本身 是兩個不同的法人團體 所以當這個人他破產的時候 他放在信託的資產 就是不需要拿出來賠償的 所以就可以保存到他的資產 在一個信託裏面 又或者另一個做法 例如說離婚 離婚是要分身家的 分一半給一個太太太 或者是前夫婦 如果也成立了一個信託的話 信託入面的資產 因為已經不再屬於委託人 所以信託入面的資產 也不需要拿出來分給另一半 我還看到你們網頁 有一個很專業的Term 是離岸家族信託 這件事又跟我們剛才說的 是不是都是類似的 還是怎樣 沒錯 他是把它再闊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的資產 能夠離岸的話 你會收效會好些 例如在稅務上的考慮 又例如在避險方面 隱藏一些資產 或者隱藏自己的姓名 效果會好很多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會叫做離岸家族信託 我還以為個人離岸才可以做的 個人離岸之前要做的 既然是這樣 你們有沒有接觸過一些 可能比較棘手的案件 或者比較深刻的 可以分享一下 曾經我們做過一個個案 是一個香港人來的 在國內開廠的 大家都知道 在國內開廠很多時候 都是有幾頭家 變成在一個遺產處理的時候 他想得比較周長一點 就不想幾頭家 知道各自會收到多少 所以後來我們 就是和他設計了一個信託的結構 就是說 用幾個 每一房可以用一個 不同的獨立的信託去做 變成這個資產 可以不會有爭拗的情況之下 交到給他不同的房的後人 也都 每一房也都只是知道自己有什麼資產 所以也可以避免到那個增產 或者一個妒忌 你多我少的問題 即是幾個老婆都不知道他的底運有多少 不知道各自收到多少 哦 剛才我說過 要很有錢的人 才做信託 但有些人 他不是很有錢 但他都必定要做信託的 例如什麼 有一個年紀比較大的 單親媽媽 他其實只是一層樓 和少許現金 價值都是一千多萬 香港很多時候買一層樓 應該一千萬 但未必足以他需要做信託 因為信託的成本都高的 不過他只有一個兒子 而兒子就不能夠照顧自己 那麼他考慮到 如果他不在的時間 或者他自己照顧不到自己 誰照顧他的兒子呢 他還要找一個人 或者一間公司 是保證永遠能夠幫他照顧到他的兒子 公司可以照顧到兒子 就是信託公司 信託公司可以永遠持續照顧他的兒子 按著他的資產 即是一路一路分配給兒子去用 照顧他的兒子 所以如果沒有信託的時間 他不能夠交給任何人照顧他的兒子 所以就算他不是很多資產 他都要做這個信託 那CCKT Limited 究竟是不是一間信託公司 CCKT Limited 是一間broker 代理公司 我們是代理不同的信託公司 為什麼要找我們呢 因為每一間信託公司 都有自己的強項 或者他不想做的客戶 所以如果客戶貿易去找一間信託公司 首先他不知道在哪裡找 所以你會發現沒有信託公司 他會賣廣告的 找到原來講了大餐死 都做不到信託的 所以需要我們幫他篩選了 他適合的信託公司 然後我們讓他選擇最適合的信託公司 這樣的話他會快很多 還有做得準很多 剛才有講到可能有些信託公司 會不受理一些客戶 有些什麼客戶是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的 因為信託公司本身都有不同的規模 地方 例如說有些比較本地性 或者亞洲性的信託公司 有些美國或者歐洲的資產 他未必可以做得到 那麼他就不會做這些 又或者特別是香港的情況 很多人在國內有資產 例如有一層樓 那變成很多香港的信託公司 或者甚至國際性的信託公司 他對於國內的法例 或者規則不是太熟悉的 那麼國內有資產 他也都不是很容易去做的 那麼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角色 我們就是知道客戶有什麼資產 或者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我們找最適當的信託公司 願意做他這個客戶的信託公司 來幫他成立這個信託 那麼你們的服務都很專業 如果我也想諮詢的話 有沒有說有些什麼流程 流程其實都很簡單 一般都是你要先諮詢我們 無論是直接給電話 我們最好就是上臉親身見面 那麼我們要首先去認識 究竟你為什麼要做信託 以及你的背景 你的資產是怎麼樣 從而建議 什麼類型的信託才適合你 然後大家共識了 一類信託是你最需要的話 那麼我們要告訴你 如何儲存一個信託合同 才能夠達到你最好的意願 都未完 那麼還要看看你的情況 你的想法 以及你的資產 應該是哪些信託公司 你才可以運用得到的 那麼我們選擇幾間給你選擇了 最後呢 就真的去信託公司再談 如何完善的信託合同等等等等 這個程序這樣你幫你做 就有板有硬 你就會順利很多 要不然呢 你就會不斷浪費很多時間 這些不必要的程序上面 剛才說到要做信託服務 好像都要扔一大筆錢出來搞 會不會很貴的 你們收費 貴與不貴 視乎你覺得值不值得 那麼你說一個月 我會給1000元大廈管理費貴不貴 他都會坐在那裡 不過沒事就沒事了 有時的時間 他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因為你整個屋子的資產就靠他的 信託也是能夠用得其所 能夠保證你的後代子子孫孫 都能夠有效地分配給他們 而避免了增產 省了錢 避免了家庭的糾紛 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的成全 就是你想這個信託 是達成一個教育意義 達成一個告訴後代 你做事要有準備 要有長遠計 這些是一個教育意義 你是不能夠用其他方式做得到的 只有委託信託公司 才能夠幫你達成所有的目標 咦?你們自己有沒有做信託服務 這件事? 你問我們有沒有做信託呢? 其實我告訴你 有還是沒有 你都無法去查 因為每一個客戶做的信託 在公眾層面是無法去查的 所以我答給你聽 有你不信 我答給你沒有你又不信 你都沒有辦法去查的 這個正正是委託人的需要 就是說我做不做你都不知道 今天打擾了兩位 多謝你的訪問 你喜歡我的卡片 Thank you 有需要的時間 你來找我們談談 希望我可以很快找到你們幫忙 很快的了 不過之前你可以先瀏覽一下我們的網站 看看資料先的 好啊 沒問題